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娱乐需要回归正轨 风气更需要优质艺人来引领 你说对吗? 大体内容总结了 重点就这么几个 小编整理了一下 一位未成年人提供服务 遵守国际法律法规 不组织未成年人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活动 二、经济机构应加强对支持者群体和支持俱乐部的日常维护和监督管理 不得授权未成年人担任账户相关账户的群主或管理者 规范支持者行为 三、不得发布账号或租借发布信息导致粉丝互相撕扯 拉扯、踩踏、不得以批评 虚构事实、谣言等进行炒作不 也不应该带领粉丝 虚假消费等不正当消费行为 接受奖励指导、支持募捐 四、审核广告代言 五、依法耐税、不采用不规范的承包方式 六、经济机构或工作人员必须立即制止服务经济人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事情节轻重采取停止营销、暂停经济服务等措施 并立即通知相关节目制作机构 播出机构并举报相关行政部门 七、经济人违法违规行为导致粉丝群乱象丛生 对数据造假、腐败等行为进行查处、记录、公事 娱乐需要回归正轨 就需要有归有矩才可以 如今国家出手整顿 就需要循序渐进 从根源抓起 其实看到这些讯息出现的时候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如今娱乐乱象的根源所在 娱乐时代的崛起之路 我们都是其中的参与者 我们在享受娱乐氛围带来的愉悦的同时 也深受其害 虚虚假假的事情充斥其中 秩序的混乱也让我们逐渐从迷茫走到了如今的清醒 纵观内地娱乐圈 走过了港台时代 寒流冲击 流量强捧的时代 终于到了如今 回归到了实力跟主旋律自信的时代 至少如今的整顿下 让我们看到了乱象的本源所在 我们也不再是娱乐至上的理念了 只是当下的观众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了 也不是价值观扭曲的时候了 下面是小编的一些个人观点 作为一个游走在娱乐边缘人的感受 首先呢 如今的年轻Z世代 不再是一群被牵着鼻子走的一代 讯息的高速流通 想要通过各种的话术来 洗脑包来裹挟他们 是万万行不通了 一次可以 但是多次后 必然露下 其次 Z一代他们的功利心不同了 他们没有生活带来的物质压力 更多的是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 他们这一代人 更多的是文化自信 自我认知上的追求 小妖坚持写王一博两年来 因为这个年轻人身上的特质 充分发展了Z一代最大的价值观 他们爱国 自信 宽容 他们认识中国文化 知道如何传达文化自信和创新理念 他们既具有包容性 又具有创新性 他们追求极致的价值观 态度谦逊 以及个性的释放 小妖王一博佩服的是 他在侧面体现了当下的Z一代 而现在王一博被主流选中 看到这样的肯定和认可就够了 更靠他的积极输出来 引领和建立良好的娱乐氛围 需要这样高素质 有实力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